好來,看下面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很重要 為什麼? 所有的例子都是有目的的 因為石櫃的後面取樣定理 應該都會取樣定理做準備 好來看一下這一個 那這個叫impulse chain 為什麼叫impulse chain呢? Data T-NT 這個會不會畫圖啊? Data T-NT 這個我們講數學 其實你要先學會畫圖 特別是判斷周期 判斷周期這件事情 如果你會畫圖 那周期用看了就是看出來了 來 這個無窮多像嘛 那你就N等於0按一下 T- Data T-0 Data T-0 Data T在哪裡? Data T就是在0這裡啊 那裡有一個impulse 0這裡 0這裡的話就是 Data T-0這一項 好 那N等於1呢 T-大T 那Data T-大T 是不是Data T向右平移嘛 所以你這一根向右平移 T一個單位 就這一根嘛 這一根就是N等於1的那一根嘛 T-大T 是Data T向右平移 那2T呢 那2T呢 就Data T向右平移 所以它在2T這裡 好 E次內對 那N等於1呢 就Data T向左平移 大平移 向左平移 負T這裡 好 好 點點點 好 這一個就是PT的弧形 對吧 畫圖一定要會 因為第四章 我們有另外一個 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要會畫圖 要訓練你會畫圖 會畫平譜 因為我們現在都要在圖形上 直接做 做 塗鴉就好了 很多數學不用算 直接在圖形上 畫你就知道那個概念 好 所以這個周期多少 你自己看圖 每一個都是impulse啊 多久重複一次 T啊 對不對 所以它周期就是T嘛 所以周期是T 那我可以改變T的2拍 好 接下來 那第三章 回到第三章 我們講過 你求Fuller Transform 最簡單的方法 第三章不是白學的啦 我們這邊還是用第三章方法 先求Fuller Seas 再去轉 先求Fuller Seas 再轉成Fuller Transform 就記得 所以我還是用第三章方法 求Fuller Seas 因為周期現在也是求Fuller Seas Fuller Seas怎麼求 啊 周期進到就是 G分一個周期 除以一個周期嘛 就ST乘上 Exp Fuller JK Fuller DT啊 G一個周期除一個周期啊 那你現在要G哪一個周期 來看這裡 你G周期 我一般是希望你以0為中心 這個 左右 2分之T 5分之T 這個周期嘛 以0為中心 這個G一個周期 那你看圖形 那你看圖形 你PT 以0為中心的G 2分之T的半個周期 積分 這個範圍內 積分 只剩一個impulse 哪一個 就DT 那一個impulse 而已 在這個周期裡面 0為中心的 這個周期 只有一個impulse 就是DT啊 Dt-DT-2T 都不在這個範圍內 就不用T啊 所以你只要T 自下P 這個都會把 任何函數 跟impulse方 Smith應該相稱的積分 就是這個函數 T代0 這個函數 一個 這個με � Sven 所以這個積分就是1嘛 乘上T分之1 答案就是T分之1 好 那這個對所有的K都是T分之1 來 一樣請你畫圖 你如果不會畫圖 真的沒辦法 其實我們學數學最簡單的就是畫圖 有人覺得畫圖好像小學生的做法 錯 不過 畫圖還是學數學最好的方法 記得這個圖像學習法 圖像學習法 書學如果畫圖 重點你要會畫圖啊 所以你畫座標都不會的話就麻煩 來PK 你看啊 不管K是多少都是T分之1嘛 所以PK是Discrete 所以它是柱狀子 來 柱狀子 不管K是0啊 1啊 2啊 1啊 2啊 0啊 負1 負2 有沒有 通通 點點點 通通是T分之1 結束了 的話我們就結束了 對不對 那PK不是算出來嗎 不然我們PK一下 機關就出來 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 接下來 你這一個東西 PK的話 那如果寫它的Floge 就很簡單啊 PJω 就是PK PK直接乘這樣 Δ Vie 再售 檢害 K MO 0 X2 然後Sigma 結束 那Pk 都是 t 分之一 所以那個Pk 改成 t 分之一 變成這樣 這次函數就很簡單 直接把Pk 乘上 Δω-kω 那為什麼乘上 Δ-kω 因為就是把 它的意思就是把每一個Pk 全部化成 Impulse 所以你看圖形 Ω K 現在的Ω 這是Ω 這是K K被平和係數 改成Ω 變成什麼 所有的柱狀我們改成箭頭 改成箭頭 那高度乘二拍 你看一下 高度本來是t分之一 乘二拍 高度全部變成t分之二拍的什麼 Impulse 然後這個呢 S軸全部乘上Ω 2倍Ω 3倍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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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0這一點不變 你看它都是乘上Ω Ω 點點點 結束 這個就是它的Continence Fuller Transport 所以我這邊畫圖 Tidal mention 它的圖 Fuller 3的圖 Fuller 3的圖 Fuller Transport 圖 畫圖 畫圖是基本的 但是這個 有人不會啊 所以我這邊 圖形圈畫給你看 聽懂嗎 所以 我不要弄到Sigma 聽懂嗎 好 你看 那你Sigma這邊是對誰 對K 因為它有很多根MPOS 這一根是 Data Omega 這一根是Data Omega Omega-Omega-0 就是K01的 這一根是Data Omega-2倍Omega-0 所以是K02的 所以你把這些MPOS加起來 所以這邊是對所有的K 有沒有 Omega在Omega-0那裡有一根 在2倍Omega-0有一根 在3倍Omega-0有一根 一直內推 勝負無窮大 看到沒有 那這個很基本啊 所以這個例子很重要 因為後面就像這個 考驗研究所也是這個 它不會變的 為什麼 系統就是這樣做的啊 那取樣 取樣 取樣定理 那一個 取樣的函數就這個啊 這個就是取樣函數啊 你現在叫做Impost chain 其實就是我們這一章要講的 取樣定理最重要的 所有事情都是為了取樣定理的準備 這個叫取樣函數 Impost chain Impost chain 那為什麼叫Impost chain 就像火車嘛 有沒有 火車的每一個車廂都長得一樣 一個接一個 啊這個是impost 函數一個接一個 有沒有 impost 一個impost接一個impost 串在一起 這叫impost chain 像火車一樣 你看 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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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 我這個都畫一個PK給你看 有沒有 然後PT PK 然後PJ Omega 再Review一下剛剛講的結果 你看這個圖形 這個圖形 你這個Fuller transform 是不是都是impost 是不是 所以你反推 原來這個一定是周期信號 如果你的Fuller transform是impost 寒數的話 那它的 它的 太多面線呢 就一定是周期信號 否則就是非周期 就這麼簡單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再看這一個 那如果你又會問啊 如果我要求這個Fuller transform 我直接求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啊 我們這邊是叫你說 你不要浪費第三張學的 因為你禮拜三還要考這個Fuller series 所以你不要浪費第三張學的 你還是算一下Fuller series 就是 第一個周期除一個周期 這樣算嘛 對不對 那我如果說我要硬算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對不對 那你就是 這裡有一個sigma 對不對 你就是PT PT成這樣 X-0mega T 就是求它的Fuller transform 那我先 那就是Sigma在外面 對不對 PT是Sigma 那我現在先把Sigma拿出來 等一下再加Sigma 所以我這個Sigma先拿出來 了解嗎 所以你PT是Sigma 然後乘上這個積分嘛 那我Sigma拿出來 所以我Sigma等下再加就好啦 我現在就直接對PT做Fuller transform 好 那你 這個Sigma拿出來 那就變成這個 這個積分 任何函數跟Impulse方形積分 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什麼 這個函數嘛 那你這個T帶成什麼 帶NT就好了 答案就是這樣 積分 好 可是呢 這個東西有一個Sigma 所以它的Fuller 應該顯得在 對 結束 好 這樣你就問 老師這個跟這個很不一樣 當然很不一樣 那它會不會等於這個 YES 保證會 那你說 可是看起來不一樣啊 確實不一樣 那怎麼辦 你去翻 我們三 三支五那一節 投稿片 第四十七頁 我們去證明那個Fuller系數 St跟Sk是一個Pair的時候 我們就有出現這個東西 你去看 它就是Impulse 自己去翻就知道了 這個東西 summention 就是 每一個就是一個Impulse 簡單講 這個東西 結果 這個summention 就是一個Impulse OK 所以你可以去看這個 了解吧 那這邊 我花時間 談這個 只是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 結論跟這個是一樣 跟這個是一樣 這個急速和 跟這個 這個Sk是一樣的 只是說你現在看不出來 那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這個東西 極速和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啊 參考那個 時間過了當然我們都可以 那這樣子 這個不是重點 好 所以現在就是說 其實你要用Fuller系去轉 OK 直接積分也OK 那如果你直接積分 不見得 這個 所有的例子 你積分都會算 就像這個一樣 你積分到這裡 你走不下去啊 因為你 中間有一段數學 你miss掉了 但是這個跟這個 答案是一樣 這兩個會相等啊 請你參考一下那個 就看一下 這個東西會變成Impulse 那兩個會一樣 這個在我們前面 同一篇 裡面有出現過 OK 好 這個例子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 注意哦 這個例子很重要 Impulse Chain 因為這個叫做取樣函數 就是說我要怎麼樣把類比訊號 轉成 數位的訊號 就是要把一個類比訊號乘上 乘上這個取樣的函數 這個叫Impulse Chain 那乘上這個Impulse Chain的這個概念 大概為什麼 為什麼它叫取樣函數 因為你看這個函數 是不是每個T才會有 每個T才會有出現有值對不對 所以我們取樣的概念是什麼 你類比的訊號是任何時間都有它的波形的值嘛 但是我在轉成數位的時候 我不可能 因為你時間是連續的是無窮多點 所以我不可能記錄無窮多個那個訊號的值嘛 所以我要只能取每隔一段時間去抓它那個類比訊號的波形嘛 所以這個就是每隔一個時間大T 再去抓那一點的值 所以它在每隔一個大T的時間才會去抓那個值 然後這個Impulse就是說 我每隔T才會有去抓這個類比訊號的值 所以這個成長這個Impulse Chain